亦都很感谢格科Ci 他来救去支援我们 将我们想到的方向和需要 去帮我们实践出来 有一个感觉 我觉得机械人是很有用的 很有用的原因 就是最初其实只能量到一个人的体温 但更加重要的时候 发现机械人可以做到很多功能 第一原来可以拍卡 可以去做一个Display 机械人的萤幕去展现同学看 更加重要的是 原来我们的机械人是可以做一个Director 其实你知道现在学校的地方 不是每一间校都有很足够的大堂 可以放很多东西来 我觉得这个是 柯彦均的发展方向是一个非常重要 运作上我们方便了很多 其实我在圣保罗书院里面 我们有一个想法是很值得去分享的 对于我们学校来说 我觉得Stamp from the heart 是更加重要的 那我突然间想起 Tim Cook 其实他有一个 message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在教会里面更加重要的 他不介意 AI 即是 visual intelligence 他们能够好像人那样想的 他超越了一天 但是他很怕人好像机械人那样想的 我觉得这句说话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其实学校里面多了很多的智能装置 其实整个学校的环境很不同 因为整个学校都有成一百七十年的历史 给人的感觉是一间很旧的学校 很老的学校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学校应该是更加年轻 更加有活力 因为我们没有可能每一件事都是不进步 即是我们一定要change with the times 很难得今次有机会和Gardforce AI合作 因为只是一间学校的老师 其实我们认识很多 我们认识的东西真的不多 我们很需要一些专家 有很多的人 他们能够给他们一些知识 或者令到我们去继续发展 我也希望未来的日子和Gardforce AI合作 可以透过我们这个机械人 令到我们学生更加熟悉 AI是一样什么东西 它里面有什么逻辑 有什么技巧 有什么价值 有什么知识 它是需要去学习的 我相信Gardforce AI 可以补充我们在这方面的不足 到最后我们的学生 在课程里面 课程之外 都会能够接触得到更加多 人工智能的知识 技能甚至的态度 那未来也有更加多的潜质 我觉得这个机械人 是可以去尝试去想想 包括会不会将一些 多一些交易 例子 会不会有一些 声音控制 甚至好像是一些 机械人的沟通的模式 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 将来透过这个设计去发展一下 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完这些功能 其实就会感受添加 我也都相信有这样的可能性出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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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